大家好,我叫Peter 我是GT Nelson的Team Leader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个 在古来目前最红,最火的一个项目 所以,现在我带大家来看它的整个蓝图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蓝图 这个蓝图来讲呢 这个地方呢,它会发展成为 新山的第二个教育城 目前来讲呢,它是在第一期的阶段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整个这个项目 它有什么东西在这边 第一个呢,它这边已经有那个YPJ的College YPJ的College呢,就是政府的 好像一些,它叫做Vocational的学院 目前这个学院呢,已经有3000个学生 它已经在开始operate了的 很多年了,超过8年了 OK,然后呢,目前呢 它们在计多一个campus 就是学院,就是这个T-REG 这个T-REG呢,它的campus会比较大 所以呢,它会容纳大概6000个学生 所以算到来呢,两个学院呢 它大概有一万个学生 OK,然后你可以看这一边 那个空地那一边 就是这个YPJ 空地这边呢,这边是Unique KL 所以这边呢,目前呢,它会有三卷学院 全部三卷学院都是政府学院 OK,那我们的项目在哪里呢 我们的项目是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第一期 OK,所以呢,它整个整个啊 那个计划啦,整个这个 我们叫做新市政 啊,卫新市,新市政 就是township,new township 它整个计划呢,它有第一期 第二,第三,第四跟第五期 OK,所以它整个project呢 可以大概是一千多个 Aircard的地域来起这个project 然后这个project呢 是发展商跟政府配合的 把这个地方呢,发展起来 OK,好,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讲这个第一期 第一期的project 目前第一期这个project呢 我们是有162间的店面 还有呢,就是457间的住家 OK,然后我们的物质呢 那店面呢是24层70,2层楼 然后我们的排楼呢 是22,20层70 4间房,3间厕所 然后后面还有5层地 OK,那这整个project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右手,你可以看到这个 第10,第8,OK 第9,这个呢都是学校 有中学跟小学 然后呢,这个呢 就是他们project的那个滑销 有一个滑销在这边 然后这个第12呢就是医院 就是医院,政府医院 第11呢就是IPD 就是警察总部 不是那种小小间的啦 就是打扮一些那种警察总部 OK,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边,INLUPE的这一边呢 这边呢,就是他们建议 他们purpose的是 那一个廉价物 就是flat row啦 然后这边呢,是有店面 OK,还有呢,这边就是以后的工业区 然后呢,这一边来讲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湖 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它会把它做成好像 那个生活很很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它有湖,然后有运动的地方 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呢 就是绿化的地方这样子 OK,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 目前呢,这个地方 如果你上Google Maps就看啦 它是在四奶飞机场的后面 OK,所以它其实是很靠近IoI Mall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那一条路是还没有开 如果你们是守古来的人 你们知道IoI Mall在哪里 就说你从IoI Mall 就是去到那个Banda Huta 就是国家公园 你弯右手就是去飞机场嘛 对嘛 然后你弯左手就是去飞机场嘛 OK,那边有一条路可以通过这边的 可是目前那个路还是很小 还没有开发 OK,过后发展商会开发那条路 就是这一条 这样子通过去 所以如果从这条新路通过去IoI Mall 你不用十分钟你就会到了 那现在我们如果说要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从哪里去呢 就是这个旧路咯 就是从古来旧节 去到国家定义那个路 OK,所以从这一边去到古来旧节 就是那个 啊 那个 KFC是吗 KFC那边 OK 从这边去到旧古来那边啦 我们那天有价值去算的啦 大概是43个KM 其实对我们来讲 在新三轮喔 13个KM不是很远啦 就像我们从副灵园去到国体 这样子 OK 其实不是很远 然后呢 为什么目前呢 政府会激励的发展这一代呢 因为如果你们守古来的人很简单 目前古来呢 Indaputra 过后就到旧古来 旧古来就去到哪里呢 去到那个Desco那一代 然后去到Desco那一代 还去到Sedena 对吗 所以它已经发展了 整条路到那边了的 所以目前那边已经没有地可以发展 所以现在政府就转换 那么发展的地区就是从古来 去Kotatengi的路那一边 现在目前政府会做很大很大的发展 OK 就好像我们以前新三这样子啦 新三以前我们在国体 政府发展那里 就是淡杯啊 去到王后 然后去到那个Skudai嘛 对吗 然后已经没有地发展了 所以就转换那里 就是大峰 还有班南 Joggo Jaya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呢 政府呢 他们会发展成为 新三的第二个教育城 那我就带你们去看 比较简单的 OK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图 OK 青色这个就是我们的地点 这个就是Tiwet 它的后面目前呢 有那个牌楼 OK 这个是Primal House 就是政府组屋 这个政府组屋 我那天有去看了啦 他们的价位 跟我们的价钱相差不多 我们贵它大概2万到3万块而已 OK 可是这一个呢 你需要去 怎样讲呢 抽签咯 OK 然后呢 那一条 刚才我讲的后面的路 就是从这边去到后面咯 这边就是飞机场 这条路通过来呢 就是直接到IoI Mall 所以呢 可以到10分钟就会大 所以目前很多顾客 为什么会来这边 超多顾客来这边下定 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条路 OK 好 如果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都有写的 OK 7古来Dexco 16KM 7古来Aeon 18KM 7古来IoI Mall 18KM 如果你7GBO 23KM 所以其实它是不会演 如果我们做行商的人 老实讲啦 20到25KM呢 是不会演的地方 来的 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边 OK OK 这个就是它整片地 其实它发展的地呢 就是在整片这边前多个Ecard 目前发展上先开始这一片 第一期 OK 所以它是99.83个Ecard 然后呢 它有162间的店面 还有457间的住家 就是两层楼的咯 OK 所以这一边就是店面 这一边就是住家 好 所以呢 我们目前呢 店跟住家都已经开放 收hooking了的 OK 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边 好 所以呢 他们的那个计划 这个发展商 它整个计划呢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干湖 这个干湖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干湖呢 是一个最新的流水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别的Taman 比较旧的Taman 如果它一下雨呢 那个Taman震水 有吗 最近我们在经常都看到啦 它有一些地方 所以现在政府有规定 他们一定要做一个干湖 这个意思说呢 如果一下大雨的时候 OK 那那个水呢 全部会流下来这边 所以这一边呢 平常是没有水的 OK 一下雨水就会浸在这边咯 第二点呢 他们很很很很很 很厉害用这个地方 就讲什么呢 它的旁边这些呢 全部都是跑步的路来的 所以你Joking track 我们叫做 所以你可以跑步咯 它有小孩子玩的地方 还有呢 它这边全部都是 好像一个公园另外 还有呢 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它有Clubhouse Clubhouse Clubhouse是什么呢 就是说里面有打篮球啊 Badbinton啊 Gym啊 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这个Clubhouse 你不需要给月费 就当作像你要用的时候 你才给钱 好 那这边呢 所以我们今天卖的就是Nadira 可是二十七十就是这个屋子咯 OK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店面 二十四七十 OK 来我们就看另外一边 OK 在这边呢 他们有四个那个Slogan 我们讲 就是说 Leaf Leaf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把这整个地方呢 很利化 然后呢 很多公园 因为它这边的空气 老实讲是很舒服的一个空气啦 就是说当你住在这边的时候呢 会觉得很健康 因为空气清新嘛 然后没有污染的地方 所以很适合 三代通堂居住 就是小孩子啊 父母小孩的老人家 很适合住这边咯 Leaf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它这个是要做成教育层嘛 OK 很多顾客问我 在 Malini 在Glampata 都有教育层嘛 是吗 那那个不一样 因为那一个呢 是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是说你要有钱 你才给你读嘛 对吗 可是这边是不一样 三些都是政府 有赞助的 就是政府学院来的 所以学生一定会很多 很多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边不一样的地方 是什么呢 我们的学校跟学生 已经有在这边了的 我们才取物质 所以当你取物质的时候 已经有住户 要跟你租地方了的 它不像一些地方就是说 取了物质才去找学院 所以我们是导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跟你讲 保证租金就是这样子 你想一想看啊 这边我们不要讲多啦 我们有八千个学生 刚才我讲 他起的物质才四百多钱嘛 对吗 八千个学生 四百多钱够给嘛 够够的 所以你买这边的物质 肯定是有demand的 ok好 那除了做了这个 那个我们讲教育层 所以有教育层 这些东西就有工作机会咯 对吗 怎么会进来 银行会进来咯 吃饭店会进来咯 文技店啊 洗衣店啊 都会进来咯 所以呢 肯定是有就业机会啦 还有呢 就是play咯 play的意思是什么 刚才我有解释到 它是有clubhouse嘛 还有jogging的地方 所以小孩子在这边 都有运动的 那个空间在这边咯 ok好 来我们就去另外一边 ok 很多人就问我 其实讲到这样好 幻长山是谁 其实他的幻长山 是一个很出名的幻长山 可是在新山呢 因为他是蛮新在新山 这个是 应该是谈第一个project 在新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幻长山 他的名字叫做 kohap 给你们可以上网去看的 然后呢 第二来讲呢 他已经有50年的历史 50年的历史 还有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双峰塔 也是他们有份产业的 还有呢 Bukit Jalea的Sport Club 他们也是有份做的 还有我们的KIA LRT 还有我们新加坡的第二通道 他们也是有份产业的 还有呢 那个Credit Petronas Gas Pipe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 很多的那种highway 他们都有参与做的 然后他们还有做物质啊 店面啊这些 所以他们呢 整个公司呢 他们比较专业的就是 做一个新的市政 就是我们叫做Township 新的市政 所以为什么政府会找他们 来配合这个 新市政的计划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讲到这样多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模型 这个模型物质是二十七十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后面 后面它有五扯地 ok 然后呢 后面有两 楼上后面有两间房间 公司厕所咯 ok 然后呢 它的Master Bedroom 这个是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有一个厕所 还有呢 它有阳台 因为现在很多新的屋子呢 都是没有做阳台了的 可是这个它还有一个阳台咯 然后呢 楼下呢 有一个 呃 那个我们叫做 呃 Gas Room 还有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厕所 还有呢 就是厕所 它后面呢 还有一个五扯地 五扯地 啦 这个屋子呢 它是属于Individual Title 所以你可以Extend 你可以装修的 哦 它不是爽大袋的 ok 好 那这一个呢 是 呃 这边的是角头键咯 它角头旁边就有地 不止的大小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它旁边是有地的 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它的店面 这个就是它的店面 它的店面 目前呢 它是24x70 给了两层楼 然后它的这个店面的好处 哦 我们可以看到呢 看到吗 它有阳台咯 它的楼上 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 喜欢那种店哦 是阳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在阳台这边 你可以放一些桌子啊 或者有一些员工是抽员的 哦 就可以叫他们在这边抽员哦 会再到office里面 很多员会那些 或者你可以放一些 做一些landscaping 就是做一些小花园 放桌子 一些员工啊 可以坐在这边 享受一下 休息一下的感觉啦 因为我们看很多店面 是没有阳台的嘛 所以这个设计 是比较前卫的一个设计咯 OK 它的整个店是24x 然后长度是70 目前来讲呢 呃 我们的这个店面呢 也是开始 接受booking 了的 然后package 等下我跟你们讲 我们先来看它的 整个大的 那个模型 OK 所以这整个就是它的大的模型 OK 这边就是店面 OK 这个就是店家 OK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属于第一期的第一个部分 这个是属于第二期的第二个部分 OK 目前呢 第一期的第一个部分已经是卖完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卖这个第二期的 第一期的第二个部分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跟你们讲的那些 干 那个干的那个湖咯 然后它的clubhouse在这边咯 OK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介绍你们这个 目前古来最红 最多人买的那个固子 OK 我们的排楼呢 就是我们的二十层七十的排楼呢 目前呢 它的价位是从两百九十八七 OK 所以呢 看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可以来 我们这边看 然后选单位 OK 价钱是二九八七 好 还有呢 目前如果物质来讲 它的booking是一千 然后呢 如果说 你们的贷款不被批准 那是全钱的推款给你们的 然后呢 现在呢 因为快点上在做offer OK 所以你们的那个 买卖合同的那个 历史费 还有印花税 还有就是 贷款的历史费和印花税 都是免费的 还有如果你们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 因为MCO不方便回来 没关系 你们可以经过我这个视频呢 你们也是可以下定 我们会给你们发展商的户口 你们可以转钱 转booking进去发展商的户口 过后呢 我们会传那一个booking form 就是议创名 你们可以议创名回来给我们 然后那些费用 就说如果你的贷款批准要破后 OK 然后呢 你们需要钱买卖合同 对吗 所以呢 发展商会安排 你们在新加坡钱 全部的费用 就是由发展商负责 好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店面 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店面也是开始 接受booking 那店面呢 booking是3000块 可是因为店面呢 他们的价钱是从450000块 可是现在需要排队 还不可以选单位 所以谁先来 谁先选单位咯 所以目前很多booking都是 先开支票 然后就排队 所以今天我大概跟你们介绍 这个我们的这个新项目 到现在到这边为止 所以如果还有什么 你们想更了解的 你们可以WhatsApp我 我这个下面的这个WhatsApp号码 谢谢